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它说质量3公斤的物体 然后3公斤 然后受到定力 你看到没有 定力固定的力12牛顿 所以然后速度从10增加到18 第一个请问它受到冲量多少 所以带公式就好了 因为它是固定的力 重点是固定的力 固定的力我们直接带公式来算就好了 所以冲量等于F乘上什么 ΔT也等于什么 也等于M乘上ΔV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哪一个公式能够用 因为你还不知道时间ΔT是多少 所以我们用MΔV 所以MΔV就是3 ΔV就是从10增加到18 所以就是18减10 所以83就24 所以冲量就是24 冲量的单位我们是用牛顿乘上鸟 第二小题 它问力的作用时间是多少 因为我们已经算出冲量的大小 所以剩下就是F乘上ΔT 我们再写一次 M乘上ΔV 你已经算出MΔV就是24 F是多少 定力12 固定的力12 乘上ΔT 所以你花的时间就是多少 就是2秒 OK所以第一题就是这样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好第二题的话 它说定力 一样是定力去拉动一个物体 好 我们先看质量可以说10公斤 然后实力大小是20牛顿 可是这个实力大小跟 跟水平加较多少度 53度 OK 所以它说从镜子开始向右移动 2秒内 所以你知道时间是2秒 它问说 请问第一 冲量 实力的冲量大小是多少 OK 它说的是实力 什么是实力 这个20牛顿 OK 这个20牛顿就是什么 就是它所说的实力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它会怎么样 这个因为它有角度嘛 所以它有两个分力 OK 这个叫水平 这个叫力的水平分量 OK 水平分量 OK 或者说水平分力 也可以 那这里就是垂直分力 如果今天题目说 请问力的水平分力 OK 对物体的冲量大小是多少 你就要用 这个有角度的这个 OK 就这个F 乘上cos 53度 可是今天它是说实力 就是20牛顿的这个 所以第一小题 就直接这样 冲量就直接等于 20牛顿 力乘上多少 乘上2秒 因为花时间是2秒 所以得 40牛顿 升上 3秒 再来 第二题它问的是 物体所获得的动量 大小是多少 因为在这一题 以这一题来讲 它不 这个物体它最后怎么样 最后开始 它说向右移动 它并没有向上移动 所以意思是说 它只有在 S方向获得速度 所以既然它只有在S方向获得速度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要拿S方向的分力 就是这个力的水平分力 我就不能拿这个20牛顿的力去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你可以写成这样 那个什么 你的Delta P 因为Delta P只有S方向才有 Y方向没有Delta P Y方向没有Delta P Y方向没有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Delta P S方向就会等于什么 你可以写成M Delta V 可是你不知道它速度增加多少 你不知道速度增加多少 那你就不能用 也不是说不能用 这个公式你就用不了 还有什么 Delta P也等于 F乘上Delta T 一样是S方向的分力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S方向的分力了 所以我们就要拿20牛顿 乘上多少 乘上cos 53度 再乘上时间是2秒 所以好 cos53就是多少 就是五分之 五分之几 五分之三 所以20牛顿 我直接变40 这边40 然后乘上五分之三 所以这八五四十 所以八三就24 好单位就变成 因为它是动量 所以就是公斤米 除上秒 所以八上24 OK AG 米 每秒 好 所以这个是第二题的部分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好 第三题它说 光滑的水平桌上 三公斤的物体 它速度原来是多少 原来是四向东 我撕一个三牛顿的横力 横力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定力 跟刚刚一样 就是定力 然后呢 向北 作用三秒 向北 作用三秒 请问 后来 OK 三秒之后 OK 三秒之后 物体的速度变成多少 好 这个我们就要用到 有点向量的 公式 向量的概念进来了 OK 它跟你说 这个物体本来是这样 四 OK 四 interperception 这样动 OK 三秒之后 它用湿力 湿力 OK 它就有一个力 去推它 OK 一个力 三牛顿的力 推多久 多久 推了三秒 三牛顿 推了三秒 所以经过三秒之后 OK 三秒后 OK 三秒之后呢 你的物体 现在物体 这个 蓝色的球呢 它会向哪一个方向 OK 速度会向哪一个方向 你要知道 它原来的速度 怎样 原来的速度 还是有 OK 原来的速度 还是有 好 这问题是 你的三牛顿的力 经过三秒之后 它会有 这个方向的速度 那经过三秒之后 这个速度 会变多少 OK 我们要找出来 Y方向 所以 我们就知道 在Y方向 还有增加了动量 动量是多少 我们就知道 DELTA 因为Y方向增加嘛 对不对 增加了多少呢 一样 DELTA P等于 F 升上 DELTA T 而且是Y方向的 好 Y方向的力 大小多少 3牛顿 然后 时间是多少 也是3秒 然后呢 好 DELTA P 我可以写成什么 M DELTA V Y方向 对不对 所以呢 M是多少 它几公斤重 3公斤重 所以 带进去 3 所以DELTA V Y方向 就会等于多少 等于也是3 意思是说 你Y方向 后来的速度 会变成多少 原本是0 原本Y方向 没有速度 经过3秒之后 你的速度 Y方向的速度 会增加多少 增加3 所以后来3秒之后 它会有 Y方向会有 3公尺 每秒的速度 好 所以它的 速度量 只是多少 就是和 速度是多少 3 4 这个一定是5 OK 好 这是 第三节的部分 再来我们来看 第四题 好 第四题的话 它说 第四题它说 有一个机关枪 机关枪它 每一秒 可以发射 每一秒 所以就表示 就是叫你用一秒 这一题就是用一秒的意思了 OK 时间 你就一秒了 一秒可以发生多少颗 发生10颗子弹 每颗子弹多少 重 100克 就是0.1公斤 OK 10克就乘10 等一下就会乘10 OK 然后速度是多少 500米 每秒 折 OK 请问 它问说 每发子弹 作用于机关枪的 充量是多少 OK 充量是多少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第一小题 一样 带公式 然后你找充量 你就给它充量 好 它给你什么 它要给你什么 时间 还有什么 质量 10克 乘上0.1 还有速度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 它要你找充量 我们就看哪一个可以用 F ΔT M ΔV 好 所以 因为我要找充量 可是我现在有力 我有时间 请问有力吗 我没有力 OK 它没有给你 告诉你充 它的力大小是多少 所以只能用后面的 好 所以质量我就拿多少 10克 乘上0.1公斤 然后再乘上速度是多少 速度 因为速度增加了多少 因为一开始没有动 OK 发射了之后变成500 所以就直接500 公尺每秒 好 等于多少 等于 好 500 500 500 公斤 然后 meter per second 好 这是10颗的 OK 这是10颗的 10颗的 如果是1颗 因为它是美发子弹 OK 美发子弹 所以美发子弹 我就要除量 才除10 OK 所以应该是 美发子弹其实是5 美发子弹其实是5 这样可以吗 好 然后呢 我对记得 我们单位 单位 充量的单位是用 牛顿乘上秒 OK 再来第二条题 它说 平均作用力多大 OK 作用于机关枪的平均作用力 所以我们用它 刚刚算出来多少 50 所以充量等于50 OK J 再一次 J等于F ΔT 所以50就等于多少 等于 你的 力 力 还有什么 时间 哦对 我这边要用500 因为10颗 OK 10颗的 OK 10颗的500 然后乘上 时间是多少 一秒 OK 所以力就等于大小 力的大小是500牛顿 平均力的大小是500牛顿 OK 这样就结束了 好 所以我们往下看 下一题 下一题 第五题 好 第五题的话 一样 这个我们有做过类似的 他说 水 水的流量是每秒 每秒 每秒表示什么 一秒 时间就告诉人 一秒 多少公斤 4公斤 流速多少 5 所以这里速度是5 这里的速度也会是5 那他会问说 请问转弯的地方 那个什么 水 湿于水管的作用力大小多少 好 所以意思是说水在这里会转弯 OK 水在这里转弯 那这个就要用到向量 OK 这里 向量往右 这里向量往下 这是什么 A向量 V向量 这样去想 OK 好 所以我就不用AV了 我用后来的 这个叫V OK V2 这个叫V M说错了 一开始V1 这里是V2 OK 好 所以一样 我们要问作用力 作用力 所以就F ΔT 会等于M ΔV OK 有方向 有方向 好 所以F我不知道 时间多少 一秒 几公斤重 4公斤重 然后 速度多少 OK ΔV多少 ΔV我们就要去看 原本你是向右 后来向下 你就要去想 这是V1 V2 ΔV等于 V2 减V1 都有向量 OK 都有向量 所以 V2 减掉V1 我们就把 向量我们说过 可以移动 OK V2 减掉V1 我们就把E 移过来 好 这是V2 移过去 V2 减掉V1 所以减就表示什么 减就表示说 你的 这边的话 就是V2 加上 负的V1 OK 负的V1 就在这边 负V1 所以 核向量 OK 他们的核向量 就在这边 这就是它的核向量 这个就是ΔV 因为ΔV等于 V2 减V1 所以ΔV就在这里 就是ΔV ΔV 好 所以V1 等于5 V2 也等于5 所以这里是5 5 然后ΔV就等于5 跟号2 所以带进去 5跟号2 所以你会得到F等于 多少 4 5 20 20跟号2 所以这一集就这样 方向 方向 方向的话 因为这个方向 是谁给的 是谁管给它的 那它题目是问水 对水管 的作用力是怎样 所以水对水管 就是反方向 OK 这个直到就好 OK 这个直到就好 好 再来我们来看 往下看 往下看 立体 OK 这部分 关系的部分 这个图 就是这个观念 请你自己去看 OK 这一部分 请你自己去看 我直接讲立体 好 立体的话 我们来看 以这一题来讲 第一小题 它说 光滑没有摩擦力的水平面 OK 然后呢 然后呢 一个禁止物体受到水平力 开始运动 然后时间从0到2秒 OK 0到2秒的这段时间内 怎么样 物体所受的力 由10牛顿 增加到20牛顿 OK 所以我们说过 这一题 我们就得要 画图 一定要画图 没有画图 没有办法做 好 我们先画图 画什么图 F乘上 叫答题的图 F乘上 叫答题 F对 时间图 好 它跟你说 0 时间0到2 怎样 你的力从10牛顿 增加到20牛顿 所以0到2 OK 力从10牛顿 增加到20牛顿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 后来呢 它说 再来后来 2到10秒 OK 接受怎样 接受20牛顿的力 然后所以2到10秒 的力 大小都是一样 都是20 题目已经告诉你了 好 所以 你的图就长这样而已 好 所以它问说 请问 请问 一开始是静止的 表示什么 一开始 速度是等于0 好 它说 请问 物体 在T等于2的时候 跟T等于4的时候 OK 它的动量大小是多少 意思是说 你要去算两次 OK 就是F 应该是这样说 动量 应该要你找动量 所以就是要找说 你的DELP增加了多少 我们就来算 0到2了 2这段时间 DELP增加多少 跟0到4这段时间 它动量增加了多少 OK 去比较 OK 去比较 所以呢 我们就来算 0到2 0到2就是这一段 就是它所 这一段面积 就是它所受到什么 冲量 所以这边就等于多少 T型大小 上底10加下底20 乘高 除2 乘高是2 再除2 所以 上底加下底 乘高 高是2 再除2 所以消掉消掉 你就会得到 OK 好 0到2秒这段时间 它速度 它的动量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30 OK 动量增加了30 增加哦 OK 一开始它有没有动量 一开始是0 就表示一开始 它动量也是0 增加了30 所以第二秒的时候 它的动量就是30 那再一样 再写一次 0到4 4大概在这里 随便抓 4大概在这里 所以4就等于是什么 刚刚算出来的 这边有30 好 再算这里 这里是多少 这里就长方形面积 2 这里是2 这里是2 2乘上多少 2乘上20 所以就等于30 再加上2乘上20 就等于40 所以总共等于70 OK 所以它问说 动量比是多少 OK 所以你的P第二秒的动量 跟第四秒的动量 就是3 比7 OK 这是第一题 OK 那第二题 我们再来看 好 第二题的话 你就自己先看影片好了 OK 自己自己去看影片好了 自己看影片 这两个影片都要看 所以今天的作业 就把这篇全部写到这里 然后该看的影片都看 看完之后拍照传给我 OK 这就是今天的三课内容 结束 感谢观看